暗眠女神吳文轩穿着一身绿色高雅服装 跟着南港分局局长及警员们 在直播镜头前 除了跟线上的粉丝朋友们问好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宣导防诈骗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防诈代言人 因为自己有深切的被诈骗的经验 所以今天要来分享 如果大家提升防诈意识 还有小心身边都是诈骗的人 南港分局提醒民众 要是接到可疑电话 掌握防诈三步骤 一听二挂三查证 如果有疑郁也可以跟警方联系 防止落入诈骗陷阱 本分局为了落实推动 新世代打局诈骑策略行动纲领 本着预防危险 尊防病重的理念 透过多元管道来宣导 试诈 诈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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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诚诈 配合内政部警政署 全民防诈 一起发生的一个宣导活动 在今日特别邀请 艺人吴文仙小姐在南港车站这边 与民众一起 启动全民反诈 启动日 让我们共同打局诈骑犯罪 全民防诈 一起来 面对线上本司提问 分局特别赠送小礼品 此外也顺便走访车站各店家 和路过民众互动 宣导正确防诈观念 记者陈米伦 采访报导 叫做小礼品